这样的呢就是熊花 一般它开了一两天不管它 它自己长痞了以后 就第二天就蔫了都 不吃也浪费掉 这个烤这次呢因为没有经过受粉 所以就变黄了就得扔掉了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地方 把它们都种到地下 只能种了几颗 你看这种在地下的长得多肥大 只可惜呢到现在我都没有发现过 一颗雌花都是这熊花 这个也是熊花 一两天这样开着 因为母花的下面呢就不是一个绿梗子了 就是一个小小的果实 还没有一个出来的 我得等着 等着出来以后记得受粉 这个花呢一定要好好洗一下 因为烤这次经常里面发现有小蚂蚁 小蜜虫之类的 待一会呢 我们还要把它扒开再洗一洗 因为有的时候里边还有花粉 可以撒上一点盐 这样就能把小宽虫杀死 然后呢就把它洗出来 我戴上手套吧 上面有小刺 像这样子的给它扳一下来 这小花呢还带着小刺 所以最好戴个手套 洗上两三遍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打算把它的芯去掉 因为它这里边呢都是瓷花 里边有个粉 要不然就炸出来苦 就把这个弄掉 剪掉 这个芯不用 OK现在就干这项工作 有时间的话呢就再拿清水 把这个花瓣里边再冲洗一遍 因为它还会有花粉残留在里面 也是会发苦的 现在呢我就开始炸它 这是我买的一个米粉 本来想找中国的牌子的 但是我不知道中国的牌子叫什么名字 就买了这个 就是 salt和pepper 就这些东西 就是这种粉 约莫着加一点就是 反正我也不测量 你喜欢吃厚的呢就多加点 不想到那面不挺厚的呢就少加点 OK 把它这样盖起来 就这么些吧 这些就够了 因为这些花就不多 对吧 加上一点 加点salt 加点盐 加点胡椒粉 但我记得我妈今天早晨好像和我说吃胡椒 夏天少吃胡椒对眼睛不好 她是这么说的 不清楚对不对 我搅和搅和就行了 搅和搅和就行了 现在才是有点赞 你宜适合了 这个 Contagion地可能都会不然 他们做得很硬 就是说的 如果没有什么 也可以把这绿色的小叶子给它切了 也应该能吃 反正是蔬菜 正好调到这个酱 来 炸好了 请大家来吃一口 挑个最好的 这个最好 这个长得好看 来 吃一口 来 请你吃 味道不错 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胡椒撒的有点太多了 但是口感还是很好的 这就是 午饭 早午饭吧 再抹上一点黄油就可以了 也可以把这个花呢 直接落个大饼 这样就不用一个一个 往下扔了 就三个个 往来捞 小叶子